主持乖章一搏一搏 前總統陳水扁親自現身 全是為了幫兒子陳志忠拉台選情 他已經睽違十四年 再為陳志忠來這個站台 父子倆首次銅框車嫂大打親親拍 就是怕兒子高票落選 我很煩惱 這次選去是不是又立宿重演 我這個做老闆 看電視在開票 不只擔心兒子也掛心綠營選情 日前陳水扁再次預測選舉結果 喊出民進黨今年是保七大作戰 維持現有執政縣市七個 但民調也會有誤差值 因此最好可能十席 最差則會掉到剩下四席 而談到選舉 陳水扁也不忘再次提起319槍擊案 臉書上洋洋沙沙一篇 陳水扁PO文指出2004年319槍擊案 陳文謙受訪時 就坦承會說319槍擊案是假的 是因為馬英九跟他事先說好 分別扮演白臉跟黑臉 控訴兩人 還欠台灣人民一個道歉 選前倒數就是重提 陳前總統吵話題 不輸政港候選人 歡迎新聞 林維凱 吳華和高齡景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